D壳跟以往的机型一样 也是6颗螺丝 三种规格 用吸盘吸开地壳 卡入拆机片 顶起两侧的卡扣 地壳的顶端 也是采用了插销的方式 需要用力向外抽 才能将地壳取下 从整体来看 机身的内部与以往的机型 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排列设计也是保持了 苹果一贯的作风 非常的清爽 整洁 依然采用了梦幻当热管 配合当风扇进行散热 不过对于M1芯片的功耗来说 也是完全压得住的 左右立体扬声器 底部是5103mAh的电池 撕开贴纸 领下固定电池连接触点的螺丝 断电 断开电池数据检测排线 拧下表面不同规格的15颗螺丝 这张贴纸下面是WiFi蓝牙的两条同轴信号线 此处还有一颗螺丝固定 再拧下固定散热管的一颗大螺丝 断开所有连接排线 自左向右取出主板 拧下背部固定散热管的4颗螺丝 取下散热管 内部涂有导热硅脂 风胶的形式不同于之前英特尔的芯片 四边加入少许胶 而是跟手机iPad一样 采用整体风胶的形式 M1芯片上的两颗黑色芯片 是DDR4的掌存 其实这样的芯片设计 很早就已经在iPad Pro上开始使用了 不过芯片会比A12X和A12Z要稍微大一点 当然性能也更强大 撕开右边的散热贴纸 下面是主电源 上方是两颗绑窄硬帕 所以各位在购买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选择合适的大小 自行更换或者身体内存 可没那么简单 边上是一颗小电源 再往右是显示屏的灯控组 最右边是两颗英特尔的雷电3主控 右下角则是两颗扬声器的放大芯片 再往下是两颗NXP的IO口扩展芯片 往左是一颗充电电杆 两颗充电芯片在背面 顶部是WiFi蓝牙芯片 右下角还有两颗扬声器的放大芯片 除了大一点 整个主板的芯片阵容 都在向iPhone和iPad靠拢了 所以苹果不仅是在软件生态上做了整合 可能也想将旗下的硬件整齐划一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生产的成本 那成本降下来了 可能产品的售价也会随之降低 那对于后期的维修来说也会更加的方便 这台最新款的13寸MacBook Pro 是我连夜从杭州直营店买过来的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所搭载的苹果自主研发 基于ARM架构的M1芯片 有着不讲武德的性能 同时还带来了更连的功耗以及更长的续航 M1芯片的出现就意味着苹果正在摆脱 英特尔在性能上的置顾 既然你一直挤牙膏 那我只好自己放大招 同时还打通了Mac与iOS 以及iPadOS之间的壁垒 实现了苹果生态的真正统一 因为架构是相同的 所以今后的Mac系统 是直接可以运行iOS的程序的 这样一来应用的数量必然会不断的增加 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 Mac没有游戏玩了 开盖即开机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Mac上经典开机的音效又回来了 开机的速度非常的快 整个开机的过程加起来大概14秒左右 性能方面我们用生能辨区R23跑了个分 分数可达到7717分 其中单核分数在1493分 好奇的我又用了一台i9 10900K的PC跑了一遍 发现两者之间多核的跑分还是差距挺大的 但是令人惊喜的是在单核跑分上 这一次M1站在了i9的前面 关于视频渲染 我们找来了目前剪辑的主力 19款的顶配iMac进行对比 同样渲染一份H265的视频素材 结果如下 非常的给力 在M1出现之后 英特尔还会不会这么愉快的挤牙膏呢 同时我们还预购了一台定制版的Mac mini 但是还没到货 所以就先拆了这台MacBook Pro 这台机器可能会成为我日常使用最平凡的一台电脑 因为它的开机速度 应用的开启速度 以及运行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而且续航还不错 而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视频创作方面也是引着突破性的提升 我平时用的相机是索尼的ACS3 最常用的视频电码格式是H265 在其他的电脑上剪辑并不流畅 如果视频的素材较多 对于后期的剪辑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还会卡顿 在制作周期有限的情况下 不得不选择更低的视频质量来进行拍摄 而在这台机器上 即使同时叠加了四轨素材都丝帮顺滑 无疑是提升了工作效率 所以实际体验下来 它给我的感觉比以往的任何电脑都要好 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如果心动的朋友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陈正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